韩剧 韩庄 济州岛 这就是你眼里的韩国吗 那么你傲了 因为现在走在时代浪街上的是 大美人村 什么 云村 人村 傻傻村不清楚 那么快去查出地图吧 青 你不熟悉人村 是因为你不知道来自新鲜的你 70%在这里拍摄 是因为你不知道这里的汽车可以开进河里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好吧 先生要带你唱牛 带你飞喽 云村 我来了 云村 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这里是乘飞机来韩国首都首尔的必经之地 被人们称作首尔的门关 距离首尔只有28公里 也许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首尔的光芒让人川黯然失色 甚至让你忽略了 人川广玉市是韩国的第三大城市 第二大港口城市 据说在这里不但可以像在首尔一样的疯狂购物 还能满足我们对韩国文化和韩国风土人情的各种体验 相信这一次的人川之旅一定能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人都来迎接你 王氏的人吗 王和王妃 还有这边是什么 王世子 王世子 世子妃 在电影里才见过 是的 你是真的王世子吗 他是表演的 表演的 我以为你安排的是真的王世子 每天都有的 然后每天固定时间都有 然后他们都是表演 就一直在机场啊 是的 那也非常感谢 我是遇到了的话就非常幸运算吧 对啊 应该还有很多惊喜等着我 我感觉这趟人川之旅应该是不同凡向 这里就是人川国际机场 我们不但可以逛到世界上最好的机场免试店 还可以免费体验韩国的特色文化 三个英语表演区域 为过往的客人提供了最好的放松环境 这个是 这是博物馆 机场里面还有多么 是个小博物馆 这小孩在踩什么呀 好开心 好开心 这里就是我们要住的奥克务的酒店 奥克务的 奔跑吧 兄弟好像就在这拍的吧 是的 是不是韩国最高的那个酒店 是的 是最高的酒店 那我们住的是多少层 应该是四十多层吧 我没住过这么高的酒店 要说在人川随处都能遇见明星 那真不是吹的 就在我们酒店的餐厅里 碰巧遇到了高人在拍摄 这份他乡遇老乡的亲切 让我们不得不上去聊两句 高人这是要拍什么剧呢 我们这次来人川呢 有两个任务 对 一个是我跟文哥 还有韩国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拍一个V电影 是这种情感励志题材的 二一个是这次来 是还有一个很很荣幸的一个邀请 就是人川旅游青山大使 这个很荣幸 做这个青山大使 您有什么心理准备 或者有什么计划没有 心理准备就是很紧张 没有想到一个这个 算是外国人 来到这边 担任这个人川的这个 旅游大使 很激动 然后有哪方面的计划没有 计划就是 宣传人川这个美丽的城市 还有这边的文化 还有这边的很好的 这种时尚潮流的东西 哇 饿了吗 人川这里就这样 开始了 要说想深入了解一个地方 那必须得从美食开始 人川的第一餐 马上就要开动咯 正宗的韩式烤猪五花肉 巨大的烤盘 巨大的肉 哇 简直爽翻了 肉烤得差不多 再剪开 大家分着吃 嗯 这份分享的快乐和热情 一扫我们旅途的疲惫 汽车要是也能开下水 那该多好啊 这是大清早的白日梦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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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在人川 我们就要把这白日梦 给它圆了 啊 这个就是水路两用巴士 我们一会儿呢 就要坐着这个水路两用巴士 在陆地上行驶三十分钟 在海上行驶二十五分钟 大概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 船长和司机都还没有来 我在这等他们一会儿 好家飞哟 好家飞哟 您是船长吗 您是船长吗 您是船长你们行吗 耶 그렇습니다 那这位呢 是两位船长 机车你们行吗 他是司机 啊 水上和陆地上是 通常是司机开 然后船长是在海上开 啊 明白了 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现在出发了行吗 耶 带来겠습니다 Go Go 好家飞哟 是价值韩元 11亿韩元 是纯韩国制造的 核人力大概是700万左右 然后我们马上要下水了 那刚才是一辆汽车 突然间变成了一条船 我有点紧张 船长刚跟我说了 这个船怎么保证它的安全呢 这个船下面有六个 支撑浮力的这样的设备 如果有一个坏了的话 其他的五个还在起作用 而且还有很强的排水功能 所以说根本就不用担心 它是否安全 它一定是最安全的船 比正常的船还要安全 这个场景实在是太罕见了 司机和船长同时的操作 虽然是圆了汽车当船开的梦 但还真的有点紧张了 所以呢 咱得来点好吃的 鸭鸭鸡 好大的章鱼啊 这是什么餐 那这餐厅是专门吃这个 海鲜汤 海鲜汤 海鲜火锅 嗯 嗯 啊这是一家很有名的餐厅 叫做海边餐厅 这个自己在家里边能做了吗 嗯 做 但是做不出来这种味道 鸭鱼看得太诱人了 嗯 这是瓜葛鱼 嗯 诶 这什么呀 这是这个明太鱼的内藏 哦 这个东西也可以吃啊 可以吃啊 有点像 口感有点像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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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脑花 猪脑花 没听过 就是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摔一个东西叫猪脑花 哦 对 这它长得太厚了 这个皮超级厚 咬啊咬啊咬不动 最后从 不是 这个是鲜的地方 是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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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是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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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鱼鱼� 我们现在坐着电瓶车行驶在这个盘山路上呢 就是越尾岛 我们一会儿要到的那个瞭望塔 在那里可以看到韩国很多的景致 比如说仁川港啊 还有仁川国际机场 都可以在那儿一览无遇 我们马上就到了 这儿就是越尾公园展望台 正常的情况下呢 在这里能够看见整个仁川市的全貌 但是现在呢雾气猛猛呢 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穿着雨衣的原因 看起来天是晴的 其实刚刚下过小雨 这上面还全都是水呢 如果要是天晴的话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这下边的港口啊 就是从中国来的各种各样的船只 都会从这儿进入仁川来到韩国 然后呢再往这边看 现在其实我肉眼能够看到 还是比较壮观的人川大桥 跨着整个海面 非常雄伟壮观 但是摄像机镜头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然后再往前看的话 往那边就是我们来的时候降落的 仁川国际机场 但是今天的天气好像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现在就是仁川的梅雨季节 一直都是阴雨绵绵的 不过也不错 湿湿的海风吹起来 还是很舒服的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啊 就是我们经常看的那种 韩国古装片里面的行头 我穿上之后 有没有那种母仪天下的感觉 我突然之间动了 是不是吓你跳啊 哎呀 筷子还不让用 哎呀 再危言的女人也得吃饭呢 不让吃 一个都不让吃 这都是假的 不过以前呢 大家就是这样吃饭的 一小碟一小碟的放在这里 你想吃哪个都可以 哎我们要吃那个 辣炸鸡的那个新浦市场 是不是就在这旁边 哎这就是吧 对 这个看似普通的市场可不一般哦 它已经有100岁了 据说这里有很多美味 是别处找不到 里面是空的 就是在里面烧的 好硬啊 打碎了就会 对 从面包变成了饼干 好暴力 你先尝一口 好吃吗 好吃 为什么把海带切成那种小片呢 哦小片我们包饭吃了 哦烤成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对 可以吗 它死不就感动了 它死不心里可以 好热啊 好热啊 哦 自己烤的海苔感觉还不错 这样呢就可以包饭吃了 我估计那个卖不出去 这是汉语东吗 是吗 对 是吗 像不像 汉语的东字 是油炸店啊 炸鸡一定有吧 炸鸡 炸鸡 怎么进 这都是 虾 就是这个 这个是属椰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辣椒 对 辣椒 这个呢 也是辣椒 如果走累了 随便点一份炸物 到楼上临窗的位置坐下 和朋友聊聊天 看看窗外匆忙行走的路人 感觉还真的很惬意呢 天快黑了 继续逛 继续吃 这还有雕塑 市场里面还有雕塑 你看看 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一个姓江和姓王的乡东人来这边就卖这些菜 然后之前都没有这些菜放过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 所以说在这儿建了这个雕塑 而且还把原来有中国风格的一些建筑遗留下来了 是的 韩国人民非常感谢他们 是吧 当然 非常感谢 谢谢 等了二十分钟了 好期待呀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 这么多人拍的